像这边,绘制里面圆有两点 其实也可以用第二种 第二种画法教各位 第一个就是先画线 当辅助线 那这个线长多少?70除以6 Enter Enter之后再结束 那也就是说如果两点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绘制 圆两点 那可以从这边 到这边不就一点 然后一直过去过去 那也就是说我需要做什么呢? 我需要做几个动作 复制 线长 当然你也可以一直画啦 70除以6是比较慢 那比较快的方法就是复制 顺便教会一个 功能叫做复制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这条线 一直复制几段呢 应该六段 那六段的话呢 我就直接怎么样呢? 按复制 第一个复制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他选取这个物件 选完之后的话呢 然后我就按空白键 选一下物件 再一次 复制 选一下 等一下 点他之后按空白键 选到之后 请你 从他的左边 点一下 再点到哪里的 右边 第二个线段出来 再点到 他的右边 再点右边 四个 五个 六个 这样就出来了 这个是用复制的方法 复制完之后的话呢 这边就有六个线段 我们可以用 配合 绘制里面的圆 里面的两点 那我刚刚讲过 两点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再点这边 第1个就出来了 找到端点 对不对 那再来你还必须什么呢 绘制 圆两点很慢 教过一个快的方法 按右键 什么呢 重复两点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按空白键可不可以 不行 因为空白键按下去那个圆是从中心点化 不是从两点化 所以这个方法会比较快一点点 然后 第1个点这边 再点什么 点第2条线 那你就追第2条线有没有 好再按右键重复两点 一样从这边追追过来的话呢 到这边找到这个端点按右键重复 然后点点 好一样的方式 等于把这地方呢 画六